来,我们是在台北看到导演 来,导演,跟我们台湾的媒体可以问好一下 来,各位台湾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台湾的媒体有很多好朋友,也来现场支持 没有办法一一介绍,不然在这里真的感谢大家 这次能够来到这里,跟你站在这台上,还真的是很紧张 不要紧张,不要婆婆 过去在众艺界,然后到电影界 电影里面总是融合着新式英语,然后国语 你的电影是在太多元素了 但是这次要跟台湾的团队合作,演员合作,心情怎么样? 我心情是非常兴奋 因为就是期待与主角一件事 就从我在台湾的新加坡拍电影之后 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跨越到不同的市场去 那么后来都一直发现到台湾的朋友们 一直都很支持我的电影 从小爱部分,全部都一直都在电视频道 对,电视频道我刚看 听说视力都非常不错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是在电视频道 对,电影 所以这个是小小的一个遗憾 不过也感谢电视频道 说真的,这几年来一直帮助我 让我们也建立一个知名度 我都台湾民众 其实都认识我的全部的演员 那么因为我很少在萤幕前 所以大家知道我的名字都没有见过我的人 偶偶偶会看到你 不是这次呢 在机缘巧合之下 尤其是我开了三十部电 对 然后呢 是真的一定要来一个突破 对 所以我就想说 台湾的阿玛门公司 还有Tunner 这些都很乐意的来支持这次的合作 所以这次就来了 而且呢 还要到台中啊 这个风和日历的城市 有90%会在台中取景 是的,那剩下10%就在新加坡 他会有一些小小的演员 OK 不过讲到台中我想很好奇 因为这是你 三十部电影跨足台湾 第一次 为什么是跟台中合作 有什么约缘吗 有有有 这个约缘很特别 大家 那边你们有都知道了 我有一个电影 在台中万代福影院 上演了快8年了 今天那个老板 黄老板也有 真的吗 真的吗 不是的 你的电影在这里演了8年 8年了 你不知道有别的电影可以播吗 太爱这部电影 而且一直都有人看 对不对 一直有人买票 下不了党 天呐 所以这个 这个是意外的惊喜 就是我来讲 每一年他都告诉我 连朋友来看看 三明天你还在 哇好厉害 这就破纪录 可能是全球的纪录 超厉害 对 所以我就跟黄老板说 你有机会来台湾拍啊 是不是 来台中拍啊 我这边可以帮你很多 好 其实这个事情讲的快五年 哦 讲了那么久 对也讲了好久 但是因为很多东西也很棒 对对对 然后刚好真的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合作 对 所以我这次就来 那我的理由是这样子 因为台中很多朋友呢 也都看过这个全球 那对于我的风格啊 我的喜剧啊 我的这个曲节各方面呢 大家都有一个很很很很强烈的一个知识 是很熟悉 是是是 所以呢我想说 第一部拍的话 如果能够在台中的话 台中的朋友的话 应该会很套齐这样的一部电子 是是是 好请大家期待 梁导演呢 你跟他讲话很快 就是他思路很快 他很多的鬼电子会一直要爆发出来 好期待你的作品哦 去年间的受他照顾我去这个班长典礼 我们两个一起走星光大了 他真的是照顾我一直往前走 也不是不管我后面嘛 他就自己一直出握手 做他的人际关系这样 也不是我一直 我还走错方向啊 对 我还走错 我在自己国家走的方向 在自己国家的班长典礼 要往管里面走 他往外面走 很奇怪 所以有两个 你就是充满喜感的一个人啊 不是 因为我的电影 通常都没有去参加什么典礼 哦 很少都是商业的片 所以因为知道 这班长典礼我就乱了 乱了 谢谢导演 待会来跟我们分享 你对演员的看法 让我们独照一下 来导演来 来几个帅气的boss 让台湾的朋友 看看邱维的 而且呢 你尝尝看他的名字 原来导演就是长得这么的可爱 两个导演 欢迎来台湾参见 好 期待我们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谢谢导演 接着我们就来开始介绍 我们的杀手们 首先